为什么大马的车比人还多 这样真的好吗 截至去年12月 马来西亚的登记车辆数量 已经达到惊人的3681万多辆 这可是比我国的人口还多出271万 你可能会想 哇 难怪路上这么多车 更有趣的是 这些车中有超过926万辆的车铃 已经超过10年 依然活跃在路上 尽管政府还没有重启资源报废车辆补贴计划 但废旧汽车的处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2019年大约有6万辆车报废 但随着车龄增加 未来老龄车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 为此 大马汽车 机器人和物联网研究院正在研究 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报废车辆 他们推动了汽车授权处理设施计划 提倡循环经济 简单来说 就是让旧车变费为宝 通过回收和再利用的方式减少浪费 与此同时 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通过各种激励措施 鼓励大家使用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这不仅能减少环境污染 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实现 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 未来 大马的汽车回收行业将更加注重循环经济 通过回收生产新零件 减少浪费保护环境 这不仅仅是为了今天 更是为了给我们的下一代 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